回去好好照顾自己 不为了谁 只为了你自己 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知道的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你不用担心 倒是你 我看你最近仍旧没有想过 要好好的安心养胎 我上网查了很多 前几个月是很关键的时刻 你可一定要万分小心啊 如果你不好好保护我的儿媳妇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我能有什么事情啊 怎么感觉你们一个个 都觉得我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我会自己保护自己 更会保护宝宝们 而且我还有挨穿呢 我才没有觉得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这不是要离开了吗 把你交给别的狗子 我怎么能安心呢 什么别的狗子 做什么呀 维护成这个样子 真是不得了 这才多久呀 就受不了我说他了 再往后 我看你直接重色轻友 直接把我给踢了得了 不好说呀 沈繁星 一路上聊着天 不知不觉便到了家 许清之因为要走 加上柏景川没有在家 便直接住下了 两天后 博士财团的股东大会 柏老爷子出席 吸引了大批记者 围在博士财团门口 等待结果 但是等到最后 都没有见到柏景川出现 甚至连柏景行 他们都没有等到 最后一位出现的股东 是刚刚得到一小笔股份的 机凤棉 记者们纷纷围了上去 纪总 关于这次博士财团的 股权分配的股东大会 你有什么看法吗 听说是有关 博斯琛先生的股份 重新分配 请问这是真的吗 您觉得今天这场 股东大会之后 博士财团高层 会有什么变故吗 闲得没事干 是真的 不会有什么变故 这么说 博家这是在变相承认 博斯琛夫妇 已经凶多吉少了是吗 我不姓博 这种内幕消息我不知道 那您觉得 博斯琛先生的股份 很大可能会被分配给谁呢 我希望是我 一直等到机凤棉进了大厦 不配跟沈总是母子啊 气场简直是一个比一个强大 对啊 总觉得他们身上那股劲 真是吸引人 是啊 拥有皇室血统啊